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圆梦郡的创办人 谭南亚来到现场说她的创业故事 我们欢迎谭南亚 你好 你好 我们谭南亚很可爱 很绵腆 我们很好奇 就是你当初是怎样的起心动念 怎么会成立我们的圆梦郡这个品牌呢 那时候其实是有点想要转业 转业 所以是来转职的时期这样子 对 然后爸妈都会讲说 就是你去找一般的工作就好 就是其实我不喜欢当人家的员工 你自己脑袋有一个想法 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就觉得说 就是我不想要被人家管 然后也有去 真的就是听他们的话乖乖去做 但是就是很痛苦 不适合自己这样 对 然后你当初是怎么样 当初怎么会有一个契机想到 其实因为你算是一个疗愈师的一个工作 对 那你那时候发现自己想做这样的事 是有一个契机吗 那时候是因为我的 我的龙龟 龙龟 对 他叫龙 龙玉 对 对 他告诉你吗 他告诉你吗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讯息 对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其实一开始是接触水晶 嗯 是 才接触到龙龟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 不知道 不知道我自己想走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方面的工作什么的 对 然后后来发现我对身心灵迹是 我自己 有感受到这样 对对对 会蛮有兴趣的 然后我做这件事情我也是开心的 嗯 然后 整个自己的感受度是不一样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有这个念头 我们就成立了 就是在转职之际对不对 就想说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元宝 元梦菌的 那时候还没那么快 对对对对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想要做疗愈师 对 然后想学矿训 就是想要读矿训 对 想要就是我可不可以读这样子 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的老师 学经老师就跟我说 那你来学习好了 对 他就说那你直接来上课 嗯 那个价格就是还比较便宜 可以让你上课 所以就读一支 我说读一支而已 然后就是比上课的价格还要高 然后我就吓到 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去上课吧 然后命中注定耶 对对就叫你要你是自己要成为老师就好了 对他们他们那时候也是就是有有说我之后可能也会走水晶老师 就是水晶水晶这一块的领域对不对 水晶疗愈的导师对 但是我目前是还是以龙龟为主 嗯嗯对 因为我中心还是在龙龟身上 对你还是很爱这个宝贝 我还是很爱他们 对一切好像是因他们而开始 然后其实你就跟疗愈师就是这个领域结缘的这样子 对算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后来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成立的这个 圆梦俊的品牌 就我差不多规划 就一直都在规划 就是一直写一直写 然后每一项像是要联系什么的啊 嗯嗯 就一些细节创业的小细节那些 嗯 然后跟哪个厂商配合 跟哪个怎么样怎么样去推等等的 哦 就慢慢的在准备 是 对然后原本是预计9月10月 就反正就是去年 去年就是想说反正我今年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 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对其实我是有吓到的 就我那时候6月底的时候就接收到同事说 我可以提早上课 嗯嗯嗯 然后就很开心 我说我终于可以去上课了 对 然后 嗯 我不知道 我以为说我要上完完整的课程之后 我才可以开始我的品牌 对 可是没想到我上完第一堂课我就可以做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就这样吗 就这么简单吗 你就可以开始做沟通 就我第一堂课我就连结得到水晶 哇其实你是速度很快的 对 就开启了跟水晶的连结这样 对对对 哇所以其实真的是命中注定叫你要做这件事情 哎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就到了说我们真的 哎刚好就成立了对不对 但是在其实在成立初期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功课对不对 就是包含我要跟哪一些合作我的找我的水晶来源对不对 然后其实因为水晶其实是要你信任跟他品质是你觉得可以的 对 才有可能把他们带回来嗯 所以其实在找商家的过程可能也花了一些时间 对招蛮久的嗯对因为因为商家真的蛮蛮多 对啊就是你当初在筛选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是那都是我们台湾的商家吗 呃对岸的对岸的对 所以哎那真的很多你要慢慢的挑选对 所以要做沟通 所以我比较贵嘛我就是我会一直一直跳 对我然后他们就是喜欢整批都给你嗯 然后我说我不要整批我就是要那一支那一支那一支 对就是刚好就是遇到我的贵人嗯对就现在的厂商 对然后他就是也很照顾我 他也是刚从别的地方来到这个就IG上面经营是对 然后刚好遇到他这样嗯嗯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合作 然后一开始就是他也他也知道我他也知道我很年轻 然后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也就是支持我到现在支持你 哇支持你的贵人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会觉得水晶的 矿物的价格其实不是固定价对他蛮浮动的 就看商家的诚信然后以及品质来源不同对对对 所以这这真的是考验你在这也是创业的一个考验对对对对 因为你选到什么样的品质代表你会吸引你会吸引的顾客就不同 对对那其实在挑选水晶其实也是你跟他有感应连结你才会把他们带回家 这样算是嗯嗯其实我会比较心疼那些嗯 不被不被不被爱的不被爱的嗯就是 可能我觉得看到我看到明明他就很可爱嗯然后可是 他们会觉得说哦他长得不好看嗯然后就丢一边这样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们都能找到爱他们的主人对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家嗯就是这是我想做的事是 哎对这时候我们就来讲讲我们在原木君的这个品牌想要传递跟从事的一个种子 嗯理念嗯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对不对对就是你想要帮这些 哎这是你刚刚说的荣归中途吗对荣归中途所以就是你把他们带回来 再帮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下一个家这样 对对对 这个很有趣 就是我觉得感觉是感受到你对龙龟的爱 然后再把他们的能量再分享到下一个收藏者身上 而且其实我们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龙龟 对不对 他其实有特殊的 他们是神兽 对不对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由来 对龙龟 龙龟大多数人知道的就是玄武 对 但是我们知道的人都会叫龙龟 不会叫玄武 对 然后龙龟本身就跟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皮修 对 但是龙龟本身就有那个荣耀龟来 是 然后也有招财的作用 对 然后有些客人就会说 我想要招财 我想要爱情 我要事业 就我什么都要 对 然后我说没有一次龙龟可以身上都有 就因为水晶的矿种不一样 对 很难说一只上面就有这么多种 那大家买那一只就好啦 为什么要那么多种 对 对 其实他们身上都有招财的功用 对 然后像有些人就是带了爱情的回去 然后就招来都是财 有可能 有可能哦 像我们家人家都会说我们家很多很多宝贝 嗯 就我家有十几只 对 对我自己啊 嗯 然后人家说你那么多只龙龟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就财富这方面好像好像也没有说 就是突然这样一夜暴富 对对对对 就好像有钱到有钱到不得了这样 对 然后我就说嗯 没有啊 因为我家的龙龟都是疗愈系 跟我一样是因为我是疗愈师 我是疗愈师 然后可能他们都是疗愈系的比较多 对 然后也都是帮助我在做疗愈工作的龙龟 对 那我们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在做疗愈工作 你跟龙龟在配合的方式 以及你给这些收藏者提供的服务 哦 就龙龟中途是一个 对 然后龙龟沟通 嗯 也是就是可以带 你想知道你自己家宝贝 他他想要传递的讯息 嗯 对对对 就可以预约这个服务 对 可以帮他们读宝贝的讯息 对对对 哦 然后还有中途 所以其实每一个收藏家 其实他都是其实跟 除了喜欢 其实跟他本身可能有一言命定的那个连结 嗯 就其实有些 嗯 有些是完全不知道 对 不知道龙龟 然后就看到很喜欢 然后就开始 无限繁殖 哦 是 对对 然后有些人会用领摆啊 嗯 或是他们自己有感应就是身体质比较特殊 哦是 他们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感应他 然后 有些人是来找我确认 嗯 或是 譬如说 我觉得最难的问题是叫我去认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 哦是哦 对 这个很难 对你来说很难 对我来说很难 是 对 就是因为不是每一只都会跟我讲说他是男的女的 可是有的是那种一开口就是哦 你男的哦 哈哈哈哈哈 对 对 这会很明显 可是有些是真的就是不讲就是不讲 有趣很调皮 有些矿讯师会比较厉害 就是他可以直接辨别说他是男带女的 但我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接收讯息是比较呛的 对 接收讯息跟画面比较呛 他愿意讲 对也要他愿意 这也很有趣 那再来就是因为你今天有带好几支的龙龟 而且我们有看到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不是还有他搭配的 算刚刚觉得是他的床吗 这个是矿电 对我们称矿电 矿石就是他的矿电 对 然后有人会觉得说就编织的线这样子而已 那其实这是他们的床 像我们人要睡床 睡觉睡觉睡在床上 所以我们龙龟神兽宝贝也要睡 他们也要好好休息 就是你可以你平常可以把他到处到处放 到处放到处放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让他回去 对 对 然后我们有特别设计就是不一样的床 嗯 有他们各式各样的意义 就对 像这个 像这个就是燕子型的 对 然后我们都叫他一叶致富 嗯 对 我们有大叶小叶 哈哈哈 看钥匙多大 对对 之前有陶瓷陶瓷的 一叶致富就这么大片 哇 如果说你带回家就是真的 给给给你真的一叶致富 对对对 有那个寓意在 对 然后花朵的话就是开花结果 嗯 对 然后还有生命之花 嗯 这就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很漂亮 嗯 生命之花本身就有显化 还有丰盛的象征 对 然后你的龙龟的能量 再加上显化的能量 就你可以 其实可以跟你的元宝 嗯 许愿 对 然后 他的框田又会帮你显化 在他睡觉的时候 他帮你显化他的愿望 哦 所以跟他许愿 然后把 让他好好睡 就会显化 想要的愿望 这样 对对对 这个很有趣 嗯 对 然后这也是设计 设计过的 嗯 就是 比较 外面 不会看到的 然后我们的线材 都是用很好的线材 嗯嗯嗯 对 就是 有点像是 杂牌的床跟喜梦斯的那种概念 所以他有高级的床这样子 是搭配他 可能显化跟能量会更好连结 嗯 让他能量都是 就是 水晶本身跟矿电 在我们家 都是 处理好之后 才会到客人手上 嗯 对 然后 矿电都是元宝自己选的 嗯 所以更是他命定 命定的床 就是我就是要这一张 就是另外一张不行 然后你说要跟他换床 你想要把他换床 他也不一定要换 嗯 对 有些会这样子 很有趣欸 所以他们自己挑选 所以你带着元宝 要带着他的 他的矿电回家 要带着他的家当 要带着他的家当 带的家当 要打包 要一起走 嗯 然后再来就是 对于你自己来说啊 在真正成疗愈 事宜沟通事之后 嗯 那你自己最大的 成就感的来源是什么 成就感的来源 就是看到元宝 回到家之后 嗯 就是给客人 对 带来了一些 一些什么 像是生意更好啊 嗯 最近有那个 最近过年嘛 对 然后有一只小只的黑筋骨杆 然后他就是很亮 他非常的亮 然后他的就是招财的能力很强 嗯 他只是放在包包哦 带他出去三天吧 嗯 然后呱呱的每一张都中 嗯 然后他的那个亲戚都说 你们你们做 就是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会每一张都中 太夸张了 对 真的太夸张了 嗯 就传传到整家都说 都说要跟我买 哈哈哈 预约说要买 要买招财 要买招财 嗯 嗯 那就是 亲戚还说就是会吃醋啊 嗯 为什么你们都有种 这样子 对啊 对 这个很有趣欸 所以这是真实的 就是透过你挑选的 嗯 龙龟宝贝 然后来到我们收藏者的身上 然后也真的在他 帮助他身上的能量改变 然后帮他带来一些 财运啊 好好运的能量 对对对对 哇这个很棒 那再来就是对于你自己圆梦俊这个品牌成立以后啊 你有没有一个未来梦想的蓝图的呃 呃规划想要做一个分享的 嗯 我比较想就是今年可以开个小的工作室对就是让客人可以到店店里来嗯工作室里面来 轻码看到 直接面对 元宝本人 呃 哈 啊 元宝丸 全 我们的手唱叫元圈 Ob 可以看他们本人 因为手机难免会有点色差 我们也会直播 他们的色差就是 他们明明很美 可是我没办法 呈现 镜头下真的没有办法 要直接看才会知道 对 然后客人拿到 就是有好有坏 就客人拿到会觉得 哇 我买的原来这 比直播上看到的还漂亮 对 他们有可能 每个人感受度不同 对对对 可是我还是想要呈现说 他原本的颜色 给客人看到说 就是他们真的很漂亮 对 他们真的很可爱 很有趣 那这还就是 对于就是真的 像你真的勇敢踏入一个 创业一个品牌 你自己想要给创业者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要相信自己 跟你过去一样 对 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然后也要相信自己的 你的品牌 你的事业 对 你的商品 对 而且相信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天赋使命 真的在帮助这些人 在疗愈他们 然后你带来的元宝 也可以提供能量 给这些收藏者 对吧 对 我们今天很谢谢 塔南亚的分享 很有趣 带来我们的元宝 我们的水晶矿石 谢谢你 谢谢 谢谢